立法院今天正式开议 而行政院长也是要在今天 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 还有备巡 但是国民党立委是在一大早 就抢先霸占了主席台 还放置了一大堆的标语 就是要阻挡赖清德顺利的上台报告 而原本国民党立委还预计 要在赖清德早上九点 进立法院的时候要拦车党门 不要让赖清德进到异常里头 但没想到赖清德是直接突袭 在一大早早上八点的时候 就抢先进入立法院 还完成了签到手续 我们来看一下稍稍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记者如何的问赖清德 都是笑而不答 直接转身就走到休息室里头 而对于招数被赖清德破解 国民党立委也说好意外 我们听他怎么说 我们本来大概意计八点十分 十五分左右 我们会在青岛东路的门堵他 甚至不排除躺下来 或者坐下来堵他 结果他大概有听到风声 八点两分就进来了 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不让他进议场 我们到现在坚持不要让他进议场 我们跟天上证明中强调 就算赖清德已经顺利进到立法院了 但是他们还是会全力的阻挡他 顺利的上台报告 所以现在国民党立委是在议场内 是用人强攻势 把议场的门给挡住 不让赖清德进到议场里头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从早上九点原本就要正式开始开会了 一直到现在赖清德还是无法顺利的进到议场 也无法顺利的上台施政报告和备询 以上是来自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换给棚内